嗨 大家好 这次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几个http调试的比较好用的工具 就是作为这个web开发者来说 平常我们接触最多的应该就是http协议 那么怎么去调试这个http接口 也是我们遇到了一个最多的问题 这次给大家介绍几个 我平常会用到的一些工具 好 首先介绍一个网站 就是叫做http.org 对 这个网站是一个开源的 并且是专门用来调试http的一个网站 本身应该是用好像用python写的 比如说我们想要去调试这个 http的方法 对吧 或者是比如说底下他还有很多 去调试这个http认证 或者是状态码之类的 有很多功能 比如说我们想这里 我们想发一个httpget请求 也来验证一下我的这个get返回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往这个地址 就是http并点org 然后get 就往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发一个地址 然后看一下返回结果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点在上面的这个 triteout 然后点击这个executor 然后去执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他给我们 返回的这样一个结果 对 这个就是你可以给他发http 然后他给你响应 然后我们来调试http client的一种手段 接下来要介绍几个我最常用的工具了 好 首先是这个posterman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它 比如说像刚才的这个请求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posterman里面 http并点org 然后 斜杠这个get 然后这个我们看到返回值 就是这个 给我们返回一个接生串 这个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方式 也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工具 叫做posterman 它有什么功能呢 就除了我们发这个tp请求之外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去增加认证 然后去修改header 或者是增加一些这个body 请求体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点击这个code 然后可以导出这个代码 比如说导出这个curl的代码 比如说去导出这个go的代码 再比如说它还支持python request的这种方式 导出一个python的这种代码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进入这个ipython 就是然后在这个把代码粘贴进去 回测一下 好像有错 我们看到它这个给的url似乎不太对 这个没有这个 没有给这个schema 其实可以去修改一下 比如http 这个时候应该就可以了 我们发现这个结果跟刚才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最常用的 应该也还有一个命令就是这个curl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curl的这种方式 就是直接使用curl命令 当然使用这个curl命令可能很多人不太喜欢 就是它写起来比较复杂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不太喜欢用 但其实它有个非常强大的地方 就比如说我们打开浏览器的 开发者工具对吧 当我们执行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从浏览器里面去 就是开发的工具去捕获这个请求 然后我们可以按右键 然后copy ascurl 这样的话我在调试一些接口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从浏览器里面 把这个请求给了copy出来 这个时候是调试的时候复线这个请求 非常方便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curl我觉得最有用的一个地方 就是可以从 curl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里面 把它拷贝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中端里面去复线这个请求 好前两个工具都比较常用 而且也非常好用 对 但是他们都不是我这次想要介绍重点的 这次其实想要介绍一个叫做httpy 这个工具是一个使用python 编写的一个很强大的命令行的http client的工具 它可以用来干嘛呢 除了发http请求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它比如说去使用wget类似的方式去下载东西 然后比如说 还可以去提交表单 或者是比如说去上传下载文件 我们看它相比curl来说 应该是就是简化了这个很多命令的使用 比如说我们看到他给的这个演示 比如说就发一个这个http请求 我们直接使用http 然后-v 比如说 请求这个github 这个它是使用python编写的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很多方式去安装 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 pip就可以去pip install一下就可以 这里我已经这个安装完了 然后它还支持很多其他的方式去安装 甚至它还可以直接 你可以在这个网页上 它有一个这个在网页上可以去做一个调试 比如说这里 你往这个http 派这个.iohello发一个请求 它会给你返回这样一堆这个 这个结果 比如说这里我这里我本本地已经安装完了 然后我可以在这个我使用这个pip去 因此到它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我已经安装完成了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http 然后就请求这个http派.io 对吧 这个时候它就给我们返回了这个301的状态码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给我返回的这个 http返回的这个header 再比如说还可以像刚才一样 比如说我们往http 我们从 pathsb.ioog 去发一个这个get的情求 他就 他会 他就会给我们返回这个对应的这个阶层数据 啊李这就是他的一些常见的用法 当然其实这个还没有完全介绍出来 它比较强大的认可以 因为其他的可能跟cur看起来 差别不大 那比如说我们想要去 htt-metals 比如说我们想去 introر шin 找 Been 出来 然后加一个 bear 很明显 然后往这个网站去发一个 Header 为 xapTo refers to terms 阶层数据是 name 等于 join 的这个请求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去发送 对这样的话就给我们返回这样一个结果 对使用 http 我们看到它调试起来 其实要比那个 比如说要比那个 curl 要方便很多 再比如说我们去上传一个文件 比如说 upload 一个 fire 应该也比较方便 对吧我们可以直接直接使用这种方式 往这个网址去 呃上传一个 post 的一个这个阶层文件 或者还可以像类似于 wgat 的方式 去 download 的一个文件 也都比较方便 好 这个就是我介绍的几个工具 这边这个它的文档也奴隶了 它的最常见的用法 其实我们可以通很短的方式 就去调试一下这个结果了 好 这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工具 还有网站 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使用 post 卖最方便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服务器上 可能没办法去使用这个 client 的工具 就是 goi 工具 我们这个时候就使用这个 mini 行 我们就也可以很好的去发送 并且去调试这些请求 好 希望这几个工具 能够对大家这个调试 http 有帮助